2009年,《教協自行製作》一系列短片,教材及工作址, 給各學校用作六四的東式歷史科教材,當中報導不盡不實, 沒有提及軍人被示威人士燒死,沒有說出為首的學生領袖, 早在六四前以逃離往美國,指示一面倒的美花鳥學生 當時守無穿鐵的最和平集會,反被空尋冷血的中國政府所屠殺,為我等學生埋下仇限中國的總旨 2009年,《教協》作中間人,安排以陳科安生為首的2020組織, 王國中學及大專院校,宣傳其政治理念。 2010年,《教協》計劃成立關外維權基金,以援助內地受迫害的維權人士及推動內地的法治發展, 繼續連同支聯會,為他們在2009年拍攝的短片,美化及延續正義的光環。 2011年,《教協》會長馮偉華,加盟民主黨,也成為終結普選聯盟召集人。 幼書明豪,2012年,《教協》副會長葉建源,成為香港立法會教育介功能組別議員。 幼書明豪,2012年7月29日,《教協》聯同學民思潮,發起全民行動,反對洗腦729萬人大遊行, 要求政府在9月3日前撤回國民教育,《教協》為了得到更多的支持,不惜提供交通津貼鼓勵教師帶學生去百科集會。 2013年3月21日,《教協》聯同其他香港泛民主派政黨及團體,成立真普選聯盟,為佔中邁蟹復筆。 2013年3月29日,《教協》內部通過支持佔領中環,同時編輯了有關佔領的通式教材, 供全港教師向學生講述行動的資料,向學生鼓吹公民抗命,有道青少年學生參與佔中,推學生入政治漩渦。 2014年,《教協》作中間人,安排劉維興道國中小學作演講,灌輸公民抗命理念, 吸一息六至十一的小學生,哪根恐怖分子搏炸彈在幼兒身上有什麽分別。 2014年3月,《教協》開始宣傳佔中,並製作大量黃絲帶級各教師在校內派發, 意圖製造校內一片黃蜂,非黃即敵,令學子們飽受不必要的壓力,捲入白色恐怖打壓。 2014年9月23日,《教協》發出通告資助車費,鼓勵全港老師帶領學生, 於9月26日前往天馬公園。2014年9月26日,葉建源在天馬公園內演講, 高度表揚學生當日往天馬公園的罷課行動,是對不義政權的兇訴。 警務說出當日其實是非法集會,不單美化了一個違法集會,更英雄化了當日的違法行動, 導致發生當晚衝擊症種事件。2014年10月26日,《教協》獨大騎劫敏儀,公然反政府, 高調出聲明強烈反對教育局,對通識教育科提供意見,甚至將通識科改為選修科目, 要求各校老師自行製作通識科教材,不受教育局監管。2015年4月2日, 《教協》每年主辦中學生好書龍虎榜有陳雲所寫《鼓吹分力國家》, 煽動族群仇恨的香港城邦論,光復本土,城邦論明顯地向校園宣揚港獨意識。2015年5月27日, 支聯會在教協總辦事處舉行六四26週年遊行,燭光集會安排記者會,公布港支聯遊行和燭光到簾集會的長區分佈, 人群的罪管理及進場安排。2015年7月1日,佔中須以結束, 教協業建員等人仍在大事宣傳的煽動師生上街,呼籲參加民間人權陣線主辦的七一大遊行。 教協打頭陣口號不是為了教育問題,而是一些政治立場宣明的口號, 與要求修改《基本法》及高叫兩真英下台等。2015年7月11日, 支聯會在教協總辦事處舉行常委與義工聚餐,近80人出席。2015年7月12日, 教協業建員等人施教育稿基本法教材政治偏頗, 教協又呼籲學校盡量不要使用這套教材, 也要求政府收回教材套並重新編讚。2015年7月28日, 葉建員組港大畢業生議會聯同泛民煽動學生衝擊校務委員會會議, 涉觸犯非法禁布及威脅等刑事罪行。葉建員未有譴責學生暴行, 反而鼓吹加許學生罪行。2015年12月15日, 舊協業建員等人公開呼籲杯葛小三TSA, 主席馮偉華呼籲校長及老師杯葛TSA, 提出老師不參加賺寫事提及不擔任評卷員, 減少補課及操練等建議。若老師因杯葛行動而被捕封或校封事後追究, 逢承諾會替其出頭。2016年5月2日, 除了參與5月2日的集會外, 教協業建員等人聲稱將視乎明報管理層的回應, 決定是否採取進一步行動施壓, 包括將聯署行動擴大至全部9萬多名會員, 教協亦將繼續與新聞界團體保持聯繫, 隨時配合其進一步行動。2016年5月9日, 港大校委會會議錄音外涉案,高等法院裁定《蘋果日報》, 港大學生女欺信及身為港大校有關著 早召集人的立法會議員葉建員,均須向原告, 即香港大學支付綜費。2016年7月16日, 葉建員發表修訂《港大條例的私人草案》諮詢稿, 提出廢除特首委任校委主席、校委及校董會成員團力, 改由校委會、校董會及畢業生議會分別委任或選出, 並互選產生校委會主席、加強校內代表性, 僅保留特首擔任禮儀性質。2016年8月2日, 葉建員不但表示支持中學生在校園內宣揚港獨, 更把涉嫌違法行為美化成有主見、個人見解及關心時事的中學生, 較有強烈本土意識及支持港獨,從以上種種, 足證教協業建員等人要把我們的子女當作是他們的政治棋子, 一步一步地把他們推往教協預備的戰場去當炮灰, 請各位把此民廣傳開去,用最原始的團結力量。 一傳十、十傳百,就算不能清算教協業建員等人, 也希望老師們能盡為人師表的責任,好好的看護我們的孩子在校的活動, 不要再讓魔鬼有機可成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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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